多謝天賦,今天仍然講到淑寧恩賜 就是講到怎樣在淑寧恩賜中 運作就是講到這個知識的言語 知識的言語怎樣運作 我已經傳了那些資料給大家 第四點,那裏就講到 有時人為人祈禱的時候 可能會見到異象 或者會感受對方內心一些的問題 或者他需要怎樣處理生命 這個可以是聖靈的感動 要他知道怎樣幫助對方 當他有這些感受的時候 需要用間接的方法來帶出他所領受的 通常對,有時不一定間接,有時可以直接 看看自己是否真的領受到聖靈 似的知識言語 所以他說,如果我們家庭有衝突 我們就去求主赦免 也求主似我們有內心去接立 和外家人 而不是說,我領受到你家人 你和家人有些問題 就是說,不是直接去講 而是去講出如果有這個問題 Michelle 關了那些鏡頭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時候需要用的方法 我們怎樣可以 可以講的時候 那些人聽到是能夠容易接受 但是看情況的 有些情況我們可以很直接去講的 這個就是求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怎樣做法 我們看到譬如好像大衛 就是,當拿丹先生去指出他罪的時候 他不是這樣說,你犯了奸任 他是講到有個人有很多隻羊 他鄰居只有一隻 但是他拿了別人的那隻 他就不用自己那些羊 大衛就說這個人該死 然後拿丹先生就說這個人就是你了 你自己有很多隻羊 你就去拿別人的太太 那這個就是拿丹先生用的智慧 讓大衛首先去定了別人的罪 然後才定他自己的罪 那這個看到拿丹先生的智慧 那我們就衡量了 就是說在某個情況我們領受的 我們是會直接告訴他 或者用一個引導的方式 比如說,如果我們內心有重擔煩惱 在這一陣子我們把重擔交給神 我們沒有告訴神 神告訴我你有重擔煩惱 只是說,如果我們有重擔煩惱 我們把重擔交給耶穌 耶穌很歡喜幫助我們 或者他面對婚姻的問題 我們可以這樣說 比如說,神都看重我們的婚姻 婚姻有時候有些困難 但是我們依靠耶穌,親近耶穌 有智慧地去處理 是可以解決婚姻裏面的問題的 求主賜給我們聰明智慧 怎樣去解決婚姻的問題 這個方法就比較容易被接納 這個也是我們可以用的方法來的 好了,那就建立這個恩賜的方法 第一就是建立和神的關係 和處理生命中任何的問題 當一個人如果他建立這個恩賜的方法 就是建立和神的關係和處理生命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我見過有些人 他們就說他自己有這個恩賜 那又真的看到他在這個恩賜中運作 但是有時候是收到一些很離譜的信息 有時候就是因為他的生命有破口 這一點是我們需要很小心留意的 就是我們生命的破口 是可以被魔鬼留地步 是可以帶來很大的問題 求主幫助我們知道 真是處理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在普通的侍奉 或者整個人的生命 我們想得到神的祝福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處理生命的 因為我們沒有處理生命的時候 就會被魔鬼留地步 處理生命的時候 有破口的時候 會造成很多問題 被魔鬼留地步 破壞和人的關係 失去人的信任 很多方面都是會有問題的 我們需要留意 就是任何方面 任何負面的事情 我自己是非常留意的 就算有人得罪我 有人說一些說話是不應該說的 我第一次想到 不是他為什麼說這些話 根本我已經學習不去介意 我明白到人是會說不好的說話的 在我心裡已經馬上說 我怎麼不給他影響 這是我第一個關注點 不是他為什麼說這些說話 就是當有人得罪我的時候 有人說這些說話 不應該說的 我即時我就說人就是這樣 我即時就會說 沒有所謂的 不要緊的 他講什麼 不要緊的 他不傷害到我的 我不用介意的 我即時已經是 即是我已經習慣性了 我不會說為什麼他會這樣 我已經明白為什麼 這是人的罪性 還有人是很多時候沒有處理生命的 所以我已經明白為什麼 我就不會放在心上 我即時就說我怎樣處理 怎樣不給他影響 我怎樣跟他溝通 我只是直接 第一步就是不介意他所說的事情 第二步 我處理我的情緒 不給他影響 第三步 我是去求神帶領我怎樣跟他溝通 其實我第一第二步 是已經很快處理的 因為我已經習慣了 第一第二步是很快處理到 我已經不要緊 還有我即時處理我的情緒 不給他影響 然後第三步就是怎樣跟他溝通 譬如他在說一些負面的說話 我即時去想我怎樣回應他 怎樣跟他溝通 他講一些說話是不合意的 我怎樣回應他 怎樣不給他 即是說一些說話是不帶有露氣 不會帶著猛爭激氣爐槽 而是呢 因為我們處理生命的時候 都是很重要的就是 其實人說的時候有什麼重要性呢 我們就不給自己的情緒影響 但有很多人呢 他們在 即是他們體重就是恩賜能力 而不是體重他們怎樣被神使用 他們生命怎樣發揮 即是很多人他不是體重這些東西 而是體重我要做得厲害 人家要讚賞我 人家要體重我 我做的事情是重要的 而不是去想想我怎樣榮耀神 我怎樣不要被魔鬼留地步 不要破口 所以有很多人因為他關注 是他自己的明星 和人家怎樣接立他 即是他很體重就是 那些人是不是很體重他 覺得他很厲害很尊重他 就是他體重人的尊重 多過他怎樣去處理這件事的 那求主幫助我們 這個心調教準確 調教準確是什麼呢? 我只是想榮耀神 和祝福人 人做錯什麼事 我們可以處理 但我不需要發脾氣 不需要猛狀 我們也不需要 就是第一件事 譬如有時候有些人說錯話 做錯事 有很多人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會指責他 會用強硬的方法處理 其實 當這樣處理的時候 其實 通常的結果都不會好的 但是當人呢 就是真的 不給人影響 專心去仰望神 只是選擇我怎樣去榮耀神呢 那這個呢 就是更加不給魔鬼留地步 是有智慧即時去處理 但是我見過有 都不少的人 他一有些人 一起侍奉的 有些問題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就是會發脾氣啊 強迫那些人要順復啊 其實越強迫人順復 人可能越不順復的 我們反而去問他 你有什麼關注的地方呢 有什麼令到你很不開心呢 有什麼令到你 有什麼影響著你呢 有什麼不開心呢 當我們去了解的時候 我們知道他的問題了 然後我們去找出處理方法 如果是他生命的問題 那我們就去問他了 你裡面有 藏有這些不開心啊 這些負面情緒啊 或者憤怒啊 這樣會怎樣影響你呢 用一個詢問的方法 這樣會怎樣影響你呢 你想不想 高度處理你的生命 讓你的生命被發揮 被祝福呢 這樣 這就是我們學習 在處理人的事情 事情上的時候 我們不要被魔鬼留地步 或者任何的地方 譬如任何的罪啊 負面思想啊 負面情緒啊 這些都是會被魔鬼留地步 以至破壞我們的事奉 破壞我們的生命 反而呢 是失去更多 我們明白呢 其實這樣是失去更多 我們越用強硬的方法 我們失去越多 我們越是柔和謙卑呢 我們就越是有智慧 有聰明去處理一切的問題 好 在這一點呢 我再重複說回 最重要一點就是 希望大家都能夠很快 處理我們的問題 就是怎樣呢 我們能夠呢 很快呢 當人家說一些不好的說話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反應就是 不要緊的 我不用介意的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就是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不介意 我明白人的問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我處理內心的情緒 不讓他影響 然後第三點就是 我怎樣處理 他現在跟我 溝通的方式 他所做的事 那這個呢 就會 令到我們在這個處理上 不會被魔鬼留地步 或者任何罪的時候 我們馬上反思 為什麼我會這麼猛狀呢 為什麼我會這麼失望呢 為什麼會這麼灰心呢 為什麼會這麼無力量呢 我們就即時用聖經的 正面的應許鼓勵自己 我 所求於管家 是要他有忠心 哥倫多前書四章二節 我忠心神就歡喜了 我不需要 給自己壓力的 我可以輕輕鬆鬆適逢 就算果後不好都不要緊的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的心就不會介意的 就會能夠呢 處理到我們生命中的問題 為主幫助我們 整個生命呢 是處理這個 就能夠我們更加容易領受神的 先知性或者知識言語的恩賜 其實任何恩賜都是的 任何恩賜如果我們的生命有破口的時候呢 都是會被魔鬼留地步的 OK 關於這一點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因為這一點是可以說 很多人覺得真的很難 為什麼難呢 因為介意人所說的事情 介意人做的事情 於是就覺得難了 或者覺得正常反應當然是發猛狀 但是我就說在神裡面 正常的反應就是 有些人說幫助我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沒有所謂的 而神是為我生命有奇妙的計劃 那我們就學習 在內心世界裡面 即時處理任何的問題 或者譬如困難 好像譬如今天這樣 我們的網絡不知為什麼突然間斷 有些人就會很猛狀 哎呀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我又會這樣想 我越猛狀 就越是有一個不好的見證 越是受影響我 已經是一個事實 我沒有改變 那我就安然接受 然後我就去處理 這樣的時候 就不會在過程中猛狀 即是有些人這樣就會很猛狀 就會覺得 那些事情不順利 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那心就不平安了 那我們學習 什麼事情發生都好 天下跌下來也好 神都能夠托住 好 我有問題 對 你說 我有問題 好了 假設這是一個親人 那我又現在 就是學習了 我又沒有被他激 不過很著緊 他和人溝通的方式 因為他和人溝通的方式 就會令到另一些親人 每次跟他溝通 都很難受的 那我又不想他 傷害到另一個親人 但是又 他又好像 聽不進 但是我又沒有被他影響的 只是有點著緊 因為我遲些又 不是那麼多時間會 跟他聊天 那應該怎樣 OK 我自己就覺得這樣的 第一 別人 他們的生命怎樣 他們的行為怎樣 是他們的責任 我們可以影響帶領他們 但是呢 他們不改的時候 我們就接受 這個是一個暫時的事實 我們可以逐步引導他 就是說 接受了他 是這樣的 接受了他 就算他有問題 他不會死的 這個問題 不會全部僵化了 不會了 搞到很糟糕很糟的 有時候有些 真的會搞到很糟糕 但是我們依然都說 搞到很糟糕 是他的責任 可以阻止我已經做了 那我就放手了 就是說我們負責別人的生命 包括我們的配偶 和我們的子女 有時候覺得很緊張 就是他們一定要做得好 其實那個責任在他身上 我們不需要負責別人的生命 但是我們可以盡量幫助他 那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會背得那麼重了 譬如應用在侍奉都會是這樣 譬如說有時候同工 他們生命有問題 那我們就要衡量了 我們怎樣處理 有些問題呢 是大問題 有些是小問題 有些小問題呢 如果我們太多去撿 他的小問題呢 很少的東西都經常撿 他會反而令到他失望 所以我們盡量找一個溫和的方法 或者是普通的教導去幫助他 而不是慢慢跟他說 你有這個問題 你有另一個問題 今天又有問題 他每天都聽到我們說這些問題 他是很快會灰心 甚至會唱反調 所以呢我們 第一就是接受人總是有問題 沒有人能夠是完美的 那有些嚴重的問題呢 那我們真的需要智慧 和柔和的心去跟他溝通 讓他知道這件事的後果 但是呢 就跟他說 我們一起面對這件事 我們怎樣靠主要處理 那也都接受 有時候真的 不是我們控制得到的 事情可以搞壞 那我們都沒有辦法的了 就是我們能夠做的 我們盡量去做 是的 這個世界總是有不完美的地方 我們看 我們家人 教會 同工 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 都有很多事情 我們不想發生 都會發生 在這個世界不斷發生著 那我們能夠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深信 這一切事情發生 無論怎樣發生都好 神都是掌權的 我聽話就可以了 神就會祝福我的生命 那我們就不會背這個重擔 好 我們先祈禱 如果再有問題可以再問的 親愛天父 多謝讚美你 因為你負責一切 神啊 一切在你的掌握之中 聖經裡面講到就是 神你有奇妙的計劃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倒一 已經寫了你的賊相 神是你的意念 向我何等寶貴奇數 何等眾多 都是告訴我們 神能夠掌權一切 所有的事情發生 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只要我們 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跡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能夠進入神的善良 順全可喜悅的旨意 就能夠行在神的完美的計劃 就不需要擔心憂慮 聖經也都講到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神能夠在萬事中 做奇妙的工作 無論是順境逆境 無論是人的問題也好 社會的問題也好 世界的問題也好 神都能夠做奇妙的工作 以致都是對愛神的人有益處的 求主幫助我們信任神的美善 慈愛和大能 有什麼事發生 我們都不會去埋怨神 不會去質問神 也就是說 神總有祂的計劃 是我們看不到的 也都深信神一定會幫助我們 賜給我們智慧 我們就依靠神 我們心裡越平穩安靜 我們越不會容易受人影響 我們就越能夠 在任何環境之中都站立得住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求主幫助我們享受 享受神的恩典 享受神的愛 主我僅靠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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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我生意我力 主我僅靠祢 盡我生意我力 主我僅靠祢 都僅靠祢 我僅靠祢 主我僅靠祢 守與祢 我僅靠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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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更靠你, 盡我心, 以我力, 主我更靠你, 以爱感动我, 我心, 将我更拥抱,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只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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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于你, 我只归你, 只归你, 我只归你,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只归你, 多谢天福 多謝主耶穌 求祢以愛觸摸我們的心 緊緊擁抱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心平穩安靜 輕鬆得勝 靠著耶穌輕鬆得勝 不要背著別人的重擔 不要背著人的擔志 不要背著人的困難 人總會有困難 我們不需要負責整個世界 或者我們的家庭樣子都是原理 一定有很多問題 求祢幫助我們 放手 對很多事情不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放手 但同時我們求祢給我們內心幫助他們 去帶領他們 引導他們 引導他們 問他們怎樣處理問題 怎樣可以改善 我們用一個柔和的方式去問他們 而不是去質問他們 不要指責他們 求祢詩恩 多謝耶穌神祢是最完美的 神祢是最慈愛 最興散的 神祢有很多事情做 但祢是很興散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求主釋放我們的靈 使我們能夠敬拜祢 釋放我們的心靈 全人的興散 超越能夠散 超越能iments靈 超越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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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能水 全身 Ny bund 超越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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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真故 請抱 rooting 釋放我的靈,來敬拜祢 釋放我的靈,是我能敬拜祢 釋放我的靈,是我能盡理明 釋放我的靈,來敬拜祢 主幫助我們,平安輕鬆,開心快活 Hallelujah!我又謝祇樂 主耶穌知及我,我又謝祇樂 主耶穌知及我,我又謝祇樂 主耶穌知及我,非世界所知,非世界所能奪 Hallelujah!我又謝力量 主耶穌知及我,我又謝祇樂 主耶穌知及我,我又謝力量 主耶穌知及我,非世界所知,非世界所能奪 Hallelujah! Hallelujah! 主幫助我們,輕輕鬆鬆做人 因為神負責一切,因為耶穌的握是容易 你的淡子是輕省的,你會負責一切 只要我們做好我們的責任就可以了 主,主幫助我們,輕鬆做人 喜樂平安做人,輕鬆得性做人 靠著耶穌,時時都得性 時時都不給人影響,任何時間 人對我們不好,我們立即接受人都是罪人 人總有他的軟弱,我們就不因為他而激氣 我們處理內心的激氣、爐槽 然後我們就求神給我們智慧 如何處理與他的關係 或者與他之間要處理的問題 求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和這個順服神的心 以至我們任何時間都不受人影響 要接受人總是有罪的 然後我們就處理我們的內心 情緒不受人影響 內心總是平穩、安靜 然後就求神智慧 賜給我們,賜給我們智慧 如何去處理這些問題 如何與他溝通 有時可能要等一會兒 先等他平靜 然後遲些再與他溝通 多謝主,神你是賜智慧的神 求主賜我們智慧 能夠去和你建立好的關係 並且處理生命中 任何的問題 任何人際的問題 任何內心的問題 任何的罪 任何我們的做事不順利、失敗 我們都處理 讓這些失敗 都不會影響我們的內心世界 幫助我們時事活在神的平安裏面 輕輕鬆鬆 多謝耶穌 啊 我的心平穩安靜 好將團過 好將團過 乃地喊智 在他母親的懷中 在他母親的懷中 我的心平穩安靜 求主幫助我們 內心平穩安靜 完全的輕鬆 完全的沒有重擔 放下一切的重擔 好像在天堂那些基督徒那樣 他們是完全沒有重擔 因為他們已經覺得 所有煩惱 神已經負責了 在天上再沒有煩惱 求主幫助我們在地 而同在天上 在地上都是信靠神必然 我們不處理一切的問題 我們就只是處理我們內心的問題 處理和人際的問題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有神萬事足 有神就輕鬆喜樂 多謝耶穌 來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哈哈哈哈 幫助我們 真的 一切的事都放手 不受任何人影響 不受任何環境影響 你都不受自己做錯事影響 立刻悔改 求主幫助我們改過就可以了 就不要說 哎呀死了 我又做錯了 我又失去了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心就會受影響了 我們總是處理生命中 任何的問題 也都時時建立和神的關係 那我們就時時得盛有餘了 多謝主 好可憐 我愿意 請問你 好嗎 那好嗎 我愿意 好嗎 那好嗎 我愿意 好嗎 好嗎 他很美 好嗎 好嗎 我愿意 好嗎 好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